城居滿20年的動力火車 即將在10月28日 舉辦紀念演唱會啦 不僅預告江八帕 搬上小巨蛋 去年曾請到重量級嘉賓 張惠妹的兩人 跟大方透露 今年會找來跟Mation 同等級的嘉賓 要大家拭目以待啦 去年你們真的太兇了啦 神秘嘉賓是超級大妹 張惠妹 今年怎麼辦 然後跪下來 今年怎麼辦 要求起來 我們就找一個 嘉賓怎麼辦 同等的標誌 什麼叫同等 對啊 是身材還是知名度 對不起 我跟你講其實 你注意講話嗎 要找到那個 跟我們同等身材的 還真難找 我們是很希望說 這一場演唱會是 最多嘉賓的一個演唱會 這樣子台下的朋友們 也可以這個 又看到他們更多的這個歌手 和偶像這樣 那所以我們很不想限制 在某一個人身上 那或者是請 邀請某一個人 我們希望這個台下 我們都可以請他們上台 那也許是這個 很隨性的 都不一定 所以 這樣子會不會大家都不想來 進日會上動力火車 不僅深情緩緩演唱 甚至翻出任意門 帶大家回顧 二十年前的MV 卻沒想到畫面中的兩人 長相近和現在都沒什麼差別 老金也好不公平 都沒有在你們臉上留下 很激烈 科技發達 都有進場維修是不是 對啊 是 還是啊 真的有進場可以修嗎 照片可以修 我們當藝人 可能當一個演藝圈的人 可能要隨時注意自己 也許這個我們會 經常去做保養 但我們不會是真的保養 我們說可能運動 或者是 時時注意自己的身材 稍微胖了一點 可能稍微瘦了一點 都會去控制 這個比較好的狀態吧 東力火車 二十週年紀念演唱會 即將在七月二十九 正式售票 兩人也呼籲歌迷 千萬不要購買黃牛票 損失自己的權益啦 完全一了 李晴劉靜強採訪報導